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是 全国政协十四节一次会议 将于明天下午三点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3月11日下午闭幕 会期啊 七天半 大会主要议程是 听取和审议 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以及其他有关报告 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章程修正案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 选举产生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 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会议期间啊 将安排开幕会 闭幕会 以及两次大会发言 安排八次小组会议 开幕会闭幕会啊 将邀请外国驻华使节旁听 现在啊 大会筹备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